欢迎来到恭喜发财,一个离不开投资理财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你诚心诚意的播放了 就请你大发慈悲的订阅吧 今天要来介绍被市场低估的金融控股公司新光金 股票代号为2888 2021年8月26日,股价收盘为9.06元 股价金字笔PBR0.49,本益笔PR5.85 新光金融控股股份由建公司于民国91年2月19日 由新光人寿及历史证券以股份转换方式成立 后为扩大金融版图并入联系银行、成泰银行而组成新光银行 即合并新光投信、新西投信以扩大资产管理规模 金控系以人寿保险为主体 新光人寿为台湾第二大受险公司 在借由购并取得银行通路后 得以提供更完整的金融服务 现其下主要公司包括新光人寿、新光银行、新光投信 原付证券、新光金保贷、新光创投 金控子公司各营收比重 人寿占56%、银行占34%、证券占10% 新光银行成立于1997年 提供服务包括信用卡、房贷、车贷、存款 其他消费性贷款、企业贷款等 拥有106家分行 其中51家位于大台北地区 并包括一家香港分行 并于2007年成立越南胡志明代表处 新光人寿成立于1963年 占集团资产比重约74.5% 是台湾前五大保险公司 拥有超过300个通讯处 和20家以上的银行保险通路 及1万名专属保险业务员 产品包含传统受险、意外及健康、利率变动型 及投资型保单 新光投信于1992年9月设立 原名台湾证券投资信托股份的先公司 并于2000年正式更名为 新光证券投资信托股份的先公司 2006年7月正式加入新光金控 新光金保贷前身为新光银财产保贷 于2001月开始营运 以经营产险代理为主要业务 海外布局方面 受险部分 新受筹设大陆合资子公司 合资对象为海航集团 资本额约人民币5亿 大陆新光海航人寿已于2009年4月开幕 并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与其他银行签订银行保险协议 用以开拓银行保险通路 2014年5月 董事会通过赴海外投资不动产 额度合计360亿元 主要锁定日本、东京、英国、伦敦 与大陆、北京等国 2015年9月 新受于缅甸成立代表处 银行部分 新光银行在香港设有分行据点 未来将以香港为基础服务海外台商客户 2007年成立越南胡志明办事处 2015年9月 新光银设立缅甸仰光代表人办事处 2015年9月 新光银与缅甸第五大民营银行NAB 签订业务合作备忘录 转投资方面 2011年6月10日 新光银宣布并购原付证一案采换股合并 以每股13元代价 约40多亿元收购原付证25%股份 剩下75%则确定采取换股方式进行 2011年8月 新光银控持有原付证超过30% 目标持股为32% 2018年4月 新光银合并原付证券 采股份转换方式 定为每股原付证券普通股 转换新光银控0.96股普通股 接下来看看股利政策 连续五年配发股利 公司今年宣布配发现金股利为0.4块 以目前值率计算为4.5% 近10年内有两次没配发股利 以及长期配发股利不稳定 所以新光银在金融股里面 是散户投资人不爱的一档存股 但如果考虑到票面价值10元 以公司不到10元的情况下 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涨幅空间 只要等待公司利控消息排除 与管理层关系稳定 股价还是有期待的空间 只要未来的股利回升 股价就会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买进这档的朋友 不是以存股来看而是公司价值 股票这样才会抱得住 获利方面2020年全年获利1.12块 ROE6.8% 获利方面都不稳定 主要是新光金在业外投资方面较弱 与增益较大 如2011年新光人寿总计持有宏达电约6000张 投资成本每股高达1100元 最后以大赔收场 另外在公司管理层面也不合 所以没办法齐心做好经营 导致每次的投资亏损 迫使新兽卖地以弥补亏损 但为何公息发财还是介绍呢 主要以获利方面来说 公司只要投资不乱雷 获利稳定 其实每一年要获利EPS 1块以上都不难 因为底下有新光人寿的加持 获利轻轻松松都能达1块以上 但公司因投资方面失误很多 所以才在获利方面接连失利 但先撇开管理层面 以公司在台湾的失账率以及资产方面要导不容易 投资策略不适合存股 但可以等公司运难时低买涨回时卖的操作来赚取价差 这种状况每股净值18.6元 新流量-1.86% 新流近10年来较不稳定 但资产量连在于每股净值 自2012年BPS9.48块后 一路上升至现在的18.6块 大幅上升至2倍 但以目前公司股价来看 除了不到票面价值10块外 还远远落后BPS价值 不许新光金对喜爱金融股的朋友不是一档好的定存股 但对于喜欢用股价静止笔来看的朋友 则是一档价值股 以恭喜发财例子来说 当年因宏达电事件 公司股价利空跌到6块 那时候恭喜发财一举大买进 放了两年后股价从最低的6块 一路翻倍上去到12块 这就是趁公司挫插时买进等待的好机会 所以我们不讨论股利 而是用价值来看 公司未来至少回到12块压力 给喜欢低当股的朋友参考 持股分析方面 400张至80张为5.81% 80张至1000张为1.7% 超过1000张为59.8% 则是大乌战比总和来到67% 散户持股比例10张以下为4.77% 10至50张为10.2% 筹码方面不算特别集中 但因新光金股价较便宜 所以在10张以上的持股分析占比较多 另一方面 千张大户在2018年股价12块10 持股比例71% 一路减码至现在的59.8% 散户10张以上则是增加最多 从原本的7.33%上增至10.2% 以目前情况来说 大户应该减码的差不多 短线上要继续观察大户是否丢股 此外在8月25后 有新股上市增资 短期想要投资新光金的朋友 或许可以等那波卖压出来后 再考虑是否进场 接下来看看公司股价月薪条件走势 红色区间为昂贵价 橘色区间为合理价 绿色区间为便宜价 目前股价来到便宜价与合理价中间 我们以票名价10块来看 目前离它还有一段差距 如果以公司能够配发0.4至0.5股利方面来说 在8至10块区间都值得投资 然后等到未来到前高压力12 自行减码 但至于要多久时间呢 一切交由市场决定 总结来说 星光金在金融股中 算是一档比较有争议的股票 它不是市场大家爱的定存股 因为公司在配息方面非常不稳 另外在投资方面也常常失利 所以在获利方面 存在新兽败也新兽 此外在营运方面 管理层很重要 虽然负面新闻很多 但我们先撇开那些因素不说 只单纯看技术线与价值 除了2018年因经营权股价涨至12块 其余时间公司股价在10块以下地板 躺了至少7年以上 该卖的散户与该买的主力 差不多都整理完了 目前阅线图全部呈现纠结 前日子也短线爆量 原因应该是增资关系股价拉到10块 但最近因市场修正 加上增资波券 股价回到9块回到支撑 所以这档公企发财 认为买进后虽值利率不高 但公司的价值在18块 未来只要等到营运逆风过渡期完以后 股价有机会上去至12块 或许它现在的报酬率 也许不会比其他金融股好 但至少坦在地板的股票 就算遇到修正 公司的股价也不会下跌太多 所以如果你是在大盘高档 不知道要买什么的朋友 想要求安稳 也许可以考虑这档 以上给大家参考 最后恭喜发财不忘提醒 投资以财有赚有赔 请谨慎买卖聚当韭菜 想要不当新手小白 就请订阅恭喜发财 今天的五分钟看个股就到这边 图片资讯来自台湾股市资讯网 内容资讯仅供参考 并无推荐买卖之一 投资人因自行产单交易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财